最主要是做電子支付 在內地方面的業務佔備大概一成左右 其餘都是繁國在歐洲、美國、香港等地 最重要是業績維持好的增長 中期業績是3乘4的增長 另外電子支付大家都知道 我們本說要電子消費局做這個派桶 所以其實電子支付是成為一個大趨勢 再加上疫情的情況下 電子支付更加會成為環球上的 大家不可說因為少了一些金錢往來 會更加的受控疫情各樣的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都可以在你身上繼續發酵 最重要是股值就不是很貴 因為PE 現時來說都是大約12點多倍 預測試程度都是10倍左右 所以我覺得 雖然今天抽了上去 我覺得 給一點點耐性 近10元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考慮 趁低直線級 而目標我覺得 貪心一點可以望著12元 但是如果跌穿了近期的平均線 其實我反而覺得就大概9.3位置 應該考慮做一個風險上的部署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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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